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赖声川导演的名剧 咱们看的就像一对断背山的观众 之前因为我们很浅薄 就不太了解 那天我是之前恰好有一天 我经过了首都剧场门口的十字路口 就看见暗恋桃花源广告牌了 我说蛮有意思 瞬间的一秒钟之后 第二天你就告诉我 我们可以去看 所以我觉得生活里面总是有这种恰好 这样的一种状况 恰好的状况 我们都是恰恰瓜子长大的 对 但是你忘了说 实际上看戏的时候 你迟到了 哇 这恰好 这个北京那一天堵车 对 所以什么事 这原之为原 妙不可言 他这个戏我看讲的也是缘分 对 因为这戏很有意思 他是讲两个剧团 两个剧团 一个演悲剧 是时装的悲剧 一个是演古装的喜剧 两个剧团抢一个舞台 等于是阴错阳差 都盯到了这一天做彩排 那么所以一下子看到悲剧 一下子看到喜剧 最后两边僵持不下之后 把这个舞台分作两败 左边演这个喜剧 右边演悲剧 然后你会发觉两个剧会演到一块 对 有时候还会串台 是吧 这也是这两个团的一个缘分吧 让他们可以在那一天 居然最后演出了一出戏 叫做暗恋桃花园 没错 喜剧的那个角色呢 跑到这个悲剧的那个排练区去 喜剧这边的人还加一句 你到那边会影响人家家庭的生活 所以全场就笑 我看这个的体会啊 我想起这个红衣法师 临终前写的那四个字 悲心交集 这个其实也是当年赖导演 赖深川导演的创作的一个源头 就是其实我们是因为 有一次在剧场里面 真的看到两个团体 那是在1986年吧 在台湾一个 一个叫艺术馆的剧场 600多个位置一个小剧场 就看到两个团队在抢一个舞台 本来一个在那里钢琴演奏 忽然来了一群小朋友 说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典礼 他们要来这个毕业典礼 所以两边就在那里争执 就赖导演就看了 觉得太有意思了 然后他忽然间就在想 他说如果今天一个在演悲剧 忽然跑进一个喜剧的团体 说排演这边是该他排演 他说会撞起出什么样的火花 就这么一个原创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有了后面我们整台的戏 东哥你看出来没有 人家这个好的夫妻关系 太太就是丈夫的喉舌 咱们刚才还忘了介绍 丁乃竹女士 所谓何来呢 人家是赖生川大导演的夫人 而且本身就是那个戏里边的女主角 云之凡 第一版的 第一版 1986年在台湾 就是黄牛党都卖票去了 对对对 火了就是大家说一个实验戏剧 当时在台湾 对 很火嘛 你是那个第一版的 第一版 对我是悲剧的那个女主 我问点八卦 你那时候跟赖导演结婚了吗 当然了 我们已经结婚 还有小孩了 我们的女儿 真不出奇 那时候女儿都已经 女儿都已经快六岁了 所以今年在舞台上 那个小护士就是我女儿 对对对 真的吗 那个胖胖的小护士 非常可爱 真的 就是他们的女儿 对对对 就是我们女儿 你说这个戏啊 我觉得真有意思 就是二十年 就跟咱们说咱们的茶馆 什么的 这个一个二十年的戏 他这个演员呢 换了一茬又一茬 到最后呢 这个第一版女主角的女儿 出现在了戏里边的 一个角色里 这个姻缘呢 真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一个剧 比如说二十年之前 你们开始在做了是吧 然后中间都换了很多的演员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剧本身呢 就跟修炼一样 他已经修炼成仙了 他有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所有的演员 所有的包括观众 都只是附着在这个上面的一个东西 当演员 他在台上这么演戏的时候 他是旁硕无人 完全听不见反应 还是说他还有一半脑子 敏锐的看着观众 其实舞台剧跟所有的电视电影 最大的不同 我们常想 他是台上台下 一起完成的这个表演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要知道 大家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他跟你隔着一个 一个screen 我们叫就是一个荧幕 他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演员 是非常容易被影响 2000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出舞台剧 叫千玺 我们说相声 这个北京好多电视司机都知道 那个戏呢 在台湾演完了之后 那我们就决定把整主人 带到了这个北京来表演 那事实上到北京来演出相声 我们是非常忐忑的 因为相声的发源地 是这个北京 世界上没有比讲相声 没有人笑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吧 这是恐惧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所有的演员讲 我说如果今天晚上 一个笑声都没有 你们一定要坚忍不拔地 把他演完 他们说没有问题 我们会很 这个装进自强 除辩不惊 头20分钟 我跟两位讲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在后台 我就跟赖道 我们俩坐在后台 就在侧边上 我就说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可是赖导演 终究他是个导演 而且他真的是 他就跟我说 不要紧 他说你听 你感觉到没有 非常安静 他说观众 现在正在揣摩我们 因为我们的相声剧 跟一般他们所听的相声 又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他们现在正在 熟悉我们的语言 是 正在熟悉我们的剧场语言 然后我告诉大家 20分钟以后 第一个包袱抖出来 那个笑声啊 好大 你知道 就好像忽然之间明白了 是这么回事 你们是这样子的弄 从那个之后啊 一路笑到结束 就是一路 对没错 看戏 就是一个寻找桃花源的 一个体会 对观众来说 你看昨天看这个戏 就你迟到的那会儿 我也没好好看 就是说 看啊 一开始确实是有疏离感 因为你要熟悉 你在认识他 在认识他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跟你在 他能不能让我相信 是吧 会经历一个过程 但是呢 好的戏 最后总向那个武林人 发现一个洞口 对 刮一下 霍然开朗 然后你就是 这里边的人了 对 你就跟着他一块的笑 一块的悲伤 你就是跟他一起的呼吸 您说起来这个事情 给我很深的感触 丁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呢 我们在研究 我们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发现说 因为我以前做电视的嘛 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怎么把这个节目做好 就可以了 平常自己想象去做 最近呢 我才发现说 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你们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所谓的社区 你建立一个 比如一个贴吧 那个社区里面 你为什么可以长时间发展 你看过去 好像那个页面设计的 也很普通 那我最近明白的 就是刚才丁老师 您说的 就一下点破过了 他实际上什么呢 他并不是百度 在做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做个平台之后呢 让进来说话的人 和那些另外要说话的人 之间互相交流 他们形成一种共词之后 当所有的人 能达成一种 共同的语言情境之后呢 他的粘性就会非常强 你就很难 从这个里面出来了 对 所以说可以给一个特写 百度贴吧 已经三周年了 东哥 今天是形象代言人 领导上要求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讲到这个剧场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是赖导演 还是你说的 说这剧场有灵魂 对 其实每一个空间 我们常去演戏的时候 就会发觉 你知道每个空间 都有它的个性 剧场 真的 有的剧场 它特别的 就是有一种 好像好玩的东西 你一进去 你就觉得这个剧场 很好玩 有的剧场 你一进去 你就觉得很严肃 我举个例子 首都剧场是严肃的 还有它的那个 剧场 就是你进去 或者也跟他过去 所演的戏有关 就是你会感觉到 进去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场地里面 过去所演的 都是比较 我们称之为 serious 就是严肃的剧 那你会感觉得到 它就会有一个气氛 那有的剧场 你一进去 你就会感觉到 像你到美国的 那种百老汇去 你就会觉得 是很多 好像很多 很好玩的东西 在里面 所以它每个剧场 其实也跟它 经常养成有关 它还是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是 养成 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 好像是梁启超 写的这个文章 他就讲 佛教里所说的 这个熏习 这么一种理论 他说 比方说北大 那么多的人 在这里生活过 学习过 发生过很多 很多的事情 乃至于你可以认为 一草一木 它的建筑 好像是 比如说 你在这个房子里 生活过 你就有一层影子 这个影子 你到底说是心理上的 还是客观上的 这个很难说 但是呢 实际上 你确实去一个 很有历史的地方 你觉得 它就是带着 无数时代的影子 它形成了 它的一种调调 对 词汇的 是吧 你到过 我们人民大会堂吗 我没有 演员可能不敢 在那演戏 所以你知道吗 赖导演在第一天晚上 就跟所有的演员讲 他说 我感觉到首都剧场 有一种严肃性 没错 他说那 《暗战桃园》这里面 有这么多 逗趣的东西 他说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用 这个逗趣的东西 我们还是很希望 我们来创造一个 这样的氛围 看看能不能够 注入一些新的东西 对 注入一个新的一种气氛 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看来 它是让我感觉到 我们观众非常的重要 当然 是吧 咱们表现得 表现得好一点 什么迟到了 什么手机响 我昨天就听见 有手机又响了 那个手机响了 是很遗憾的 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场戏 因为最后那场戏 就是当两个老人相 黄磊 黄磊跟袁权 伸出手 生离死别的时候 咱们这个观众 当手机就唱起来了 吃下坡 而且还是彩琳 那个确实是很遗憾 因为那个戏 那场戏 我自己对那场戏 是特别有感觉 因为第一版的 云之凡是我演 那那场戏 是我跟金世杰 两个一起创作 就是等于是我们两个 在极心创作过程 所奠定下来 我现在 我讲点题外话 我有时候会觉得 有一些人 他这个神经 非常的顿 他这个顿到 他感觉不到周围 你比如说 我有一回看 那个芭蕾舞演出 在剧场里 演芭蕾舞 小孩哭了 小孩哭了 足足长达有十分钟 就小孩哭 妈妈就在那 旁边无人就哄 全场观众的眼光 都不看台下 就看他 没有感觉的 这个人的神经 我就觉得 他倒不是说 不文明礼貌 而是说 他何以 到最后 我看一个 芭蕾舞 那个男酒卷 都不得不 跟黄蕾似 不得不吸引了 注意力 跳跳 你很难不分心 你说这个 一颗老鼠屎 坏了满锅汤 这个东西 我觉得说 就特别的印证了 我们对很多 包括我们 因为我最近 在互联网 比较狭隘 对互联网的体会 其实它叫人人共创 就是说一个互联网公司 或者一个互联网产品 比如我们的那个像贴吧 知道这种产品 百度贴吧三周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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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以前把我们和消费者 变成对立面 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东西 做不好 后来你发现说 如果你能把它involve进来 你让它成为一块 共同生产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无间不摧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 比大家嗤之以鼻的 叫web2.0 互联网2.0时代 它的本质 就是说 让消费者变成生产者 就是信息 比如说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 wiki叫做wiki的一个网站 百度我们也有一个叫百科 就是每一个词条 丁乃珠也好 赖森川也好 每个人都可以写 你说他们的桃花员 也有个八了 对 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 对这个东西去写 关于他的看法 然后描述完了之后 就是一个 超脱于您之外 超脱于赖导演之外 已经成为 他有自己的一条生命 对 它是一个生命体 然后这个生命体 是说的什么 叫众生意志的集合 我注意到的 还是他们台上的演员 因为你知道 他这个20年 很多演员 成为他一辈子 心里的一个美好回忆 你像是最早演 这个江宾柳的 那个金世杰 我就看他写回忆 台湾的那个老演员了 现在是 他写回忆 你想 他对这个角色爱到什么程度 导演都可以在排戏的时候 嘲笑这个角色 说你不要那么太投入 他觉得自己不能保持距离 对 他因为他觉得 那就是我这么怀旧 对 这么老实的人 而且呢 你这演戏演到什么 就是说 为了对女演员产生新鲜感 陌生感 我在开戏之前 不要见这个女演员 但是他们非让我给这个女演员帮忙 染头发 他说这个对我的情绪培养有好处 因为看着这个云之凡的黑发在我手里 慢慢变成白发 我的心里顿生酸楚 甚至他想到他缠绵病怕的时候 老年人多么可怜的心情 他说我抽支烟呢 觉得有点心跳气喘的 我马上就想到这个江宾柳老年得了病 可能前一天还很屈辱的 比如说被护士洗屁股啊 或者什么的 洗屁股不是很屈辱的事 他感受到这种心情 你说一个演员可以真是叫 不是走火入魔了 人系不分 刚刚提到说最后那一幕 为什么我说对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 像刚刚提到说观众那个铃声响 我其实这一幕的那个 怎么创造出来那一天的 那个下午的经验 我是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创作方式非常特别 我们跟一般人的创作方式 就是一个编剧观者们写的剧本 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方说他找出一个主题 然后呢导演呢 根据这个主题 会来找这些合适的演员 然后再跟演员来磨这个角色 所以呢 我们开始决定要做暗恋桃花源 就找了我们这群演员 分出了两组 一组是演悲剧的暗恋 一组演喜剧桃花源 我们两组开始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互相见面的 我们悲剧就跟悲剧谈 真的当作自己是个剧团这样子 那我跟江宾柳 就是金时节啊 两个就是我们各自 从自己的长辈身上来揣摩 他就塑造了江宾柳这个角色 我就根据自己的父母 然后塑造了云之凡 那当时候呢 因为这个戏的设定是说 他们在上海分别了 最后这个男主角是在病床上 他当然到了台湾 因为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了 可是这个男的是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这段爱情 然后这个男的到了台湾 结婚生子 最后在晚年病危的时候 听说女的到了台湾 他就觉得 您死以前一定要见他一面 登了这么一个寻人启事 就像这样一个寻人启事 对吧 就是找寻他的云之凡 对 我们暗恋的即兴过程 是非常顺利的 那么最后有一天呢 我还记得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在我家 那我们家了 阳光很美 所有的这个暗恋组的都在 然后呢 这个金石杰就坐在一个小小的 我们家的一只小椅子上 下面有个轮子的 就代表他坐在轮椅上 然后呢 导演就跟我们讲说 现在云之凡真的到了这个病房了 但是他说我现在有一个要求 两个人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分隔了这么多年 他说我不要看到那种 好像撒着狗血 哭得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因为两个是 基本上是形同陌生人了 对吧 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 四十年以后才见面 他说我就是要你们好好的就想一下 如果是在三十年四十年以后 再碰到了你所爱的人 你会是怎么样 一个你终身想念 所以我们就前面 昨天两位看到的台词 寒暄的部分 就问不知道你在台湾 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身体怎么样 这种寒暄的话 都是一下子就就都成功了 完了之后啊 就是我们这第一段 即兴成完成以后 导演说很好 但是他说 我觉得还是不太 不太 还有一点东西扫掉 然后他就没有告诉江兵柳 他就跟我一个人讲 他说 他在现场都是叫我那个名字 就叫云志凡 他说云志凡 我跟你说 待会儿我做一个手势 你就起来 你就走 就表示说我要告辞了 所以我们前面寒暄的话都讲完了 然后我就忽然间听到他弹了一下手 我就站起来 可是我那个时候作为演员 我是很清楚的感觉到 怎么可能 这个人想了你一辈子 你把寒暄的话讲完 他怎么可能就可以算了 对 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就站起来往门边走 然后这个时候 完全可以感觉到 金世杰那个时候的那个情绪啊 已经崩到一个地步 所以他就忽然间叫住我 他就叫 知凡 这些年龄 我想过我 他就讲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一转身啊 我看他坐在那个轮椅上 那一分钟 我从来没有过那么了解自己的父母 就是那一代如此的颠沛流利 就那个不可控制 就哭到简直是稀里哗啦 好幸福 真的 但是你知道那个感受啊 没有没有没有过那个时刻 我对自己父母那一代的一种了解 也对那一代的中国人的流离失所的一种了解 也对他们的无奈 最后要在这儿就要落地生根 哎呀哭到 我跟金世杰简直哭到就是不可控制 请问 有没有一位江冰柳先生 有没有一位江冰柳先生 他还在外面等我 知凡 对谢林 你有没有想过我 是本赁的女人 在外面等你 是本赁的女人 所以我这次看 这次看 他这次看 都没用 是本赁的女人 所以她们 是本赁的女人 那次看 是本赁的女人 是本赁的女人 也就有没有 在这儿就 Viper 是本赁的女人 那次看 丁乃竹真是有演绎的功力 你想讲一个故事 能够让东哥引气 我是觉得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 语言是不能传达东西 像丁老师之前说的 语言有无奈的 但是在语言之下 它有些情境 这些情境是很容易让人家被掉进来的 在掉进来的过程当中 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和轨道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你就掉进桃花园了 我跟你这个体会一样 戏剧就是这样 开始人不相信 你只要让他一进入 进入了一种自由境界 怎么弄怎么有 让他笑他就笑 让他哭他就哭 他完全被你控制 我昨天在剧场里 可以感觉到 其实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一群人 有一种很纯粹很单纯的人 就是觉得我们希望 真的希望就是创作一些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我们自己是真的觉得舞台的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平台一样 它是一个平台 我们很有幸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定期的可以跟观众做沟通 像是个论坛一样 那我们自己觉得 其实从我们心中 我们真的感觉到 拥有平台的人 他是要谦卑的 您说的太对了 真的是这样 就是最近的时候 对不起我真的 我不要提我们公司的名字了 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发现因为你在平台上 你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所以你越听多一个声音的时候 你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 到最后你就变成叫 就四个字可以形容 就只能做厚德载物 只能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 承载嘛 对不对 厚德载物 你要有一种更宽的 更宽的一种 就是坤卦 八卦里边讲 这个厚德载物 就坤 大地 就是大地 你看他这个含藏一切 藏无那够啊 什么垃圾都可以 他都融受 就是我们冬哥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 是吗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现在的互联网上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哎呦 百度上面又有一些品质 良由不齐的帖子啊 或怎么样 但是我们后来认为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说 可能对于你来说 它是劣智的东西 对于别人来说 它是有价值的 互联网要的特性 就是说 让合适的人 找到合适的东西 然后你只能是 你没有价值盘管 你更多的 那么大家去学着 我当年读新闻的时候 学的叫大众传播 但是现在呢 就改成小众传播 包括戏剧也是这样 真的 其实现在这个事 咱们明天接着再